抽搐全部 南哥你怎麼了… 全部人抱著我 南哥 南哥 另外一個製作人是女的 沒有告訴他 哭的 然後差不多隔了三分鐘 舊護車來 翁翁翁翁翁 海獅 握了咬過來 海獅牙齒多長你知道嗎 馬上跳 一滑的時候 剛掉下來 下那個方常扎屎 你好像很喜歡把你的快樂 他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他就要跳 不是 你要知道 因為我覺得人的生活太苦悶了 對不對 然後生活當中有一點樂趣的話 會讓你印象深刻 幹什麼 嚇我啊 什麼 你記不記得 曾國成結婚那一天 有沒有 曾國成結婚那一天呢 小康 還有那個民進城 我們就在飯店 在飯店的那個新娘房 就在那邊 就晚上要幫他 幫什麼忙 準備準備 然後他們要幫伴郎 那我要當這個正婚人 那我 因為我那幾天也比較忙 後來我就想說怎麼整曾國成 讓他今天這婚禮會不一樣 然後呢 那民進城那時候拍戲嘛 他都會當導演 對 然後每天成婚顛倒 然後很累 我就跟民進講說 我就這樣子 你當伴郎 待會那正婚人 或者是人家有來賓致詞 因為新郎新娘都要站在前面 有沒有 站一排 我說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昏倒 我說民進城就昏倒 那我們就會過去 民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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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人會回過去 你知道嗎 婚裡不就很熱鬧了嗎 大家什麼時候 伴郎昏倒 然後我就跟民進城 他不要了 不要了 他不要 死都不要了 我說拜託啦 我說真的會很好笑 途中他就光會笑 不是 因為我演不像嘛 然後你不知道 我們在那邊當伴郎 乃克就一直 一直死眼之後 一直在台上演死 在台上講講 他在正史 講講完 嚇死啦 一直弄 然後他夾台了 在旁邊還要 他整成都不了 他不知道啦 他不知道嘛 我們在之前就講了嘛 然後我在台上 一直看死眼神 我叫他倒 他不倒 後來我是正婚人嘛 講完話了 我就下去了 民進城 民進城一直這樣子 我給氣死了 聽聲不敢 你知道嗎 你想想看 在結婚那個畫面 我們講 你常常講 要整別人 或者有想像空間 我把那個場景講給你聽 對不對 上面台上有主婚人 有正婚人 有介紹人 站一排 台下新郎新娘 伴郎伴娘 站一排 有沒有 突然伴郎昏倒了 沒有 你想到畫面 然後所有的兵客都站起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知道 然後大家不知所措的時候 我沒有事 那不是 你不是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嗎 對 而且乃哥在設計這段說 我們是成不知道 我們在樓上房間 乃哥自己笑到流眼淚 然後一直這樣 不是 因為我一直在撲梗了 鳴京城 鳴京城 鳴京城在那邊 曾鳴京城走過來嘛 我說鳴京城 我看你今天氣色好像不太對 臉色蒼白喔 然後我來曾鳴京城 你真的不太一樣 不太對喔 我看你今天好像真的身體不太好 不舒服是不是 我想說已經 已經先鋪梗了嘛 已經先 先上了一點油了嘛 有辦法 到時候昏倒的時候 他才會講 對 他下午的時候 真的臉色不好 你懂意思嗎 我懂 鋪梗 你在鋪了 結果他還是沒有倒 沒搞成 沒搞成 其實我們跟乃哥出外景的時候 乃哥都非常 非常興奮 非常亢奮 亢奮 非常嚴重 一下車都說快點 來吧 走 玩 路 無 為什麼 因為喔 我覺得錄影一定要 我們講接棍 就是要那個 那tempo要緊湊 如果說對 錄影一推啊 一拖一拉 我告訴你 這個節目就閃掉了 我不喜歡那種感覺 心情也盪下來 心情也盪下來 那尤其我們出外景 我就把它當運動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做那個 全人中心通啊 或做那個紅白勝利 我們都做對抗了嘛 兩隊出去帶著藝人 我跟曾國成啊 我們就一邊帶一隊 出去上山下海 到那個拉拉山啊 有沒有 新衣鄉啊 我們去玩那個塑溪啊 塑溪啊 塑溪啊 它有那個 用那個什麼 第一網 普武前進 還有那個爬那個 爬繩子 不像懸崖啊 爬一個 也不算矮的一個 算是那個 峭壁 峭壁 就是這樣子玩 我就覺得好興奮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體力很好 我常常講就是說 現在大部分都比我小了 比我... 年紀比我大的真的不多了 對 但是我的體力 就比這些人都好 真的嗎 真的還來家的 真的還來家的 你知道 我就說 第一個 我可以鍛鍊身體 第二個 我喜歡這種感覺 因為那種有競爭的感覺 那過程也很好笑 然後又很累 你看別人累得跟 上戲接不到下戲 喘得跟牛一樣 就覺得很好笑 像我們在那個 新衣鄉的河邊 我們在錄影 那大家在等啊 他也受不了 等不等 我先下去游泳 一個人在那邊跌視 跌來跌去 他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覺得 跟乃哥做節目 最快樂的就是 因為乃哥他一直很亢奮 他會把整個氣氛 弄到一個很高的一個點 而且一直久久不能下來 拉動也是一整天的 他不會說 他在錄完大家的東西 你假的我已經想像空間了 而且我們那時候 真的很好玩 而且那時候 乃哥其實人很好 他對女孩子都比較照顧 可是他對男孩子就 很狠 尤其曾國城 沒有 因為我覺得男孩子 男孩子就是說 你就像受傷或是幹嘛 你幹嘛打七彈 對 他打得真的 真的是一個黑錢 一個黑錢 那個就像銅板一樣 對 那衣服脫掉就是一個一個 但你就覺得很爽 你知道 不管你打人家 或者你被打 被打那一剎 真的很痛 但是看了之後 我們還盯得住 最好笑就是看 乃哥罵辰辰 我記得有一次啊 我們在那個高空壇跳 要懲罰 那明明是辰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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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 就是那個橋是一個後來蓋的新橋 新橋就很堅固 但有一段時間 有開放讓人家去那邊跳高空壇跳 後來被人家抗議 後來就拆掉了 那個不能跳對不對 我們就到舊橋去 舊橋啊 我跟你講 走的都會晃得很厲害 那他可以承受那個高空壇跳的重力嗎 也沒有申請嘛 反正那個時候錄影 反正就去了 那個橋還限 好像只能十個人幾個通過 那就是說我們就到那個舊橋去跳 那我為什麼敢跳 我是呢 你記得我在 我們那時候在中市錄那紅白勝利 我們是兩邊競賽 那每次呢 輸的那一隊啊 就要到那個中市前面一個廣場 他那個廣場呢 就弄那個一個吊車啊 就把那個一個像那個竹籃一樣 有沒有 一個大的竹籃啊 把人再拉上去 然後從上面高空彈跳 那時候是我跟小董跟辰辰 我們主持的節目嘛 然後呢 錄了幾次啊 都是他們兩個跳 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怕 我是真的怕 我沒有怕的 我跟你講 在我的字典裡面 真的找不到怕的 高空彈跳 死都不行 我們那時候到那劍湖山 做那個什麼 自由落體有沒有 先拉 拉到上面 放下來 我跟你講 我沿路罵髒話 沿路罵髒話 沿路罵髒話 我很怕那種感覺 因為那種 你知道那種 心臟被拉下來 然後又送上來那種感覺 很痛 所以那一次在復興下那一次 沿路罵髒話 我跟你講他是 因為大家都趕時間 大家都要回家有沒有 路到五點多 大家都要走 都想走 就是他 起碼禍了半個小時 禍不下去 我說 好啦… 我就 砰 我就跳了 後來我們就在中式 他們都跳了好幾次了 他們真的就說 乃哥 你這次一定要跳 因為我們的收視率 就因為跳跳跳跳 收視率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跟超級越來越近 超級近那時候多紅啊 越來越近 後來有一天說 乃哥 你今天不能不跳了 你看看 你幾次都給你躲過 今天不能不跳 那我就跟製作人講 我說要跳沒有關係 我一定要讓他們難看 要他們痛苦 我就說 我待會假裝心臟病發 我跳 我跳沒關係 我假裝我心臟病發 我就叫他們製作人去買味乳片 味乳片 我就抓了兩顆 抓到手上 就輸了 輸了我叫他去高空彈跳 就拉上去 你看 大愛電視台 那個輸在中式那個 二十幾層樓高 比那個還高啊 你知道嗎 我到上面我不騙人 我真的 我覺得那種死刑犯 也不過如此 那是軟的 軟的那個一次 倒數五 四 三 二 一次 兩 三 我都沒有跳出去 跳了兩 三次 我都沒有跳出去 我真的是軟的 後來呢 他們還把我踹下去 踹下去 你看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要整人的那種心情 還是在的 還是在的 我要整人的那種 那種音質很強力 我手抓著 我跟你講 我手根本都是濕的 都是汗 然後我就抓著那兩顆味乳片 你知道高空彈跳 不是跳下來嗎 然後他會再拉回去嘛 拉回去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放了味乳片 空中啊 空中要看不到 就放在我裡面 你讓我口乾舌燥 因為你害怕太久 口乾舌燥 又嚼不出口水 慢慢... 慢慢流角 你要讓它流出來啊 然後他就... 就慢慢那個... 那個鬆緊度沒有了嘛 對不對 他就停了 停了那個... 吊車叫把我放下來嘛 放到差不多一層樓高的時候 我就開始抽搐 抽搐 抽搐我那個... 那個魏汝啊 就從這邊慢慢慢慢流出來 然後我... 然後放到地上 我就把抽搐全部... 乃哥你怎麼了... 我跟你講喔 只有導播跟那個... 製作人知道 全部人抱著我 Oh my God Oh my God 另外一個製作人是女的 沒有告訴他 哭的喔 然後呢 然後差不多隔了三分鐘 救護車來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知道嗎 把我抬到一半 沒事 我們看報紙啊 前一陣子你在罵曾國晨啊 到底怎麼回事啊 不是 其實我不是罵曾國晨啊 我跟你講喔 你想想看 我跟他的交情這麼深 對啊 我跟他從紅布朗的私交到下 十幾年了 我們從紅布朗做節目 紅布朗做了七年 紅白勝利 全力終於通 起碼又做兩三年 那這中間就沒有再合作 那這次另外一個合作 那曾國晨從以前 一直做的就是什麼 出國的節目喔 有沒有 從以前我們在做紅布朗的時候 之後他接的那個叫什麼 超市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黃金傳奇 黃金傳奇 就是一出國就是十天啊 一個禮拜啊 對 這樣的 那大家都在配合他的起 那都無所謂 因為藝人本來就是大家 配合來配合去嘛 那這節目 剛接的時候 他只有一個節目 三立的 那個美食大三通 對 那接著這個節目呢 他又接著冒險騎兵 對 這兩個節目都是出國的耶 對 一個節目喔 大三通要出國 起碼一個禮拜 冒險騎兵出國 起碼一個禮拜 一個月就一半沒了 一個月一半沒了 他現在又接個八點檔 又要去拍戲 你說 不是見虎頭的問題 不是見虎頭的問題 我們像 你們這兩天沒去錄 我們前一個禮拜 已經錄了四天了 連續啊 這是一個禮拜 這禮拜的一二錄 禮拜六 禮拜天錄 這樣就等於四天了 對啊 幹嘛 就是為他去搞存檔啊 那他有沒有反抗 你這樣講他 他會不會反抗 他有什麼反抗 他沒有什麼反抗 他有什麼 不是 他沒有什麼反抗 他還不是照我行 我說照做 要不然我一定是先來 不過跟乃哥合作 乃哥會要求的東西 都是有原因的 然後譬如說有一次 不是我們跟乃哥在出外景的時候 乃哥很生氣啊 那一次其實我也在現場 那個我可以證明 那真的是很危險 我跟你講喔 你看我從做百戰百勝到現在 我所做的節目 我不希望看到有藝人受傷 因為我自己是運動員出身的 尤其我自己是藝人 當藝人受傷的時候 像楊烈那時候上我們那個 全能運動王 鎖骨摔斷了 半年沒工作 那我們也 我們做那個節目你知道嗎 有一天我們去那個 那個海洋事件去錄 後來是輸得要被懲罰 被懲罰呢 那個有那個海獅啊 海獅要去讓海獅親 那小郭啊 就過去給他親了 突然那海獅啊 咬過來 海獅那牙齒多長你知道嗎 這麼長 咬到沒有 沒咬到啊 閃得快啊 咬到現在小郭 還有大門鍋嗎 對啊 對啊 對不對 好危險喔 這邊是警動賣 咬到怎麼辦 後來那一次我們就是在台中 那個大陸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 雜雜團 那個雜技團 他呢 鄧鋼 那個鋼啊 這麼大 這麼大一個鋼 這麼大 那個人他多大呢 比你還小一號 你知道嗎 比其中還小 他鄧那個鋼啊 那個女的 是個女的 鄧那個鋼 那個鋼中間是空的對不對 還站個小女孩 裡面個小女孩 小看很清楚嘛 那天那個下毛毛雨 那個毛毛雨 它是搭一個棚子你知道嗎 那雨會紹進來 你想想看 那個鞋子萬一滑的話 那個鋼一滑 你看它鋼要轉嘛 它一滑的時候 鋼掉下來 像那個方常砸死 對 而且一死撕兩個 你知道嗎 後來我不高興說 我們藝人也是這樣 兩邊競賽嘛 輸的那一隊要懲罰 他就叫那個輸的那個人 要站在那鋼上面 要進到那鋼裡面 那個藝人 好像叫那個 胡佩蓮 胡佩蓮 要進到那鋼裡面 讓他去蹬 讓那女的蹬 我說不要啦 我說懲罰 我們另外想辦法懲罰就好了 當場就跟我翻臉 你最好笑是晨晨 乃哥在翻臉 我一看 我就跑旁邊抽香葉 我想說不能過去 才想 乃哥 乃哥 你動我救你喔 真的啊 嚇死 在旁邊 大家不敢動 對 所以說其實 有時候事情都是有它來龍去脈 有它的一個過程 那有些人不了解 可能就覺得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其實我也不在意外界怎麼看 那你